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维全息摄影 采集文物的完整信息 并依此建立超高清的三维模型 许多正常视角无法看到或者忽略的细节 将被一一呈现 大客顶 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顶高93.1厘米 口径75.6厘米 重达201.5千克 然而 它的价值并非由于巨大的体量 或者古朴的造型 而是藏在内壁上这些神秘的文字 它们将引领我们阅读周潮 端庄美哉 文采斐然的我的祖父 冲和谦让的心胸 淡薄宁静的神思 清纯智慧的德性 这本青铜铸造的书以赞美之词开场 一个叫做克的贵族 刚刚接受周王的官职任命 而这项任命得益于祖父当年辅佐周王的功绩 西周时期的官职采用世袭制 青铜器上往往可见赞美祖先功绩的文字 这种习惯正是出于礼仪的要求 所谓藏礼于器 顶在周代是最重要的礼器 皇室和贵族常把重要的事件 注刻在钟 顶等青铜器上 这种文字被称为钟顶文 也叫金文 这些钟 顶 就是一本本记载历史的青铜之书 大科顶的内壁 著有金文二百九十个字 这些字迹 让久远的年代逐渐清晰起来 王说赐给你红色的祭福 赐给你野地的田 赐给你耕种的田 还有土地上的奴隶 大科顶的内容 涉及西州官制 礼仪 土地制度 它是一本青铜之书 大科顶除了历史价值 在中国书法史上 也具有很高的地位 西州时期青铜技术精湛 名文能够充分体现书法的比翼 大科顶二百九十个字 字迹清晰 典雅整瞻 是西州晚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文字体 在明文的最后 刻再三祈愿 天子的美意 祖先的恩泽 万年无疆 子子孙孙永远享用 但永远只是一个美好的期盼 大科顶铸成不久 周朝衰落 春秋争霸 乱世之下 克的子孙 又能去哪里安生呢 秦灭六国后 中国文字用小篆 取代了金文 汉朝以后 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青铜的书页彻底合上 从此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直到1890年 大科顶在陕西省浮丰县 一处教藏里被发现 人们才知道 两千多年前 有一个叫做克的男人 因为祖父的功绩 被朱王封了官 赐予了大量的土地 衣服 甚至奴隶 在他人生的荣耀时刻 他感念自己的祖父 希望自己的子孙 也能永远享受这份荣光